抗生素滥用会产生哪些效果呢 A型样会产生大量杀死 会大量杀死不具抗药性的细菌 好 这里A就是我喷抗生素的目的 我要杀死细菌 你只要没有抗药性就死掉了 所以A就是我们使用抗生素的目的 我要杀死这些细菌 但是我杀死的只有不具抗药性的细菌 好 B就错了 抗生素不是突变剂 它不会引发细菌突变 会突变的叫突变剂 突变是自然发生的 或是另外诱导的 包含化学性诱导 物理性诱导 生物性诱导 但是在这边 这些诱导或是自然发生 都跟抗生素不安 好 C选项呢 它会让抗药性细菌数目大增 因为非抗药性 每一抗药性都死了 它就没有亲生对手 就会被杀选出来当当繁殖 所以当然A跟C是对的 好 逐选项 有抗药性的细菌 就会变成优势种 因为没有抗药性的都死掉了 然后有抗药性被优势 好 一选项 据抗药性的细菌将消灭 不据抗药性的细菌 没有 不是细菌跟细菌之间在内战 这是我额外做筛选的 并不是 我的抗生素会让 据抗药性的细菌变得好强大 有这些抗药性细菌 你才杀死没有抗药性的细菌 不是这样 没有抗药性的细菌会死掉 是因为抗生素的作用 跟其他细菌没有关系 好 所以这里答案是AC株 但是这一株其实有争议 只是不重要 我觉得不是次要的争议 优势种代表是 不同种之间谁是最优势的 优势种是在讲不同的物种之间 不同的物种之间 不同的物种之间 而这些细菌同一种 怎么可以用优势种呢 你可以说优势个体 或优势表征 不能用优势种 因为它们都同一种 就好像 我不能说我们班 1到5号是优势种 6到40号不是优势种 不好意思 1到5号跟后面的6到40号 都同一种啊 怎么可以叫优势种呢 所以如果以你们班为例 你们班的优势种是人类 而蟑螂 老鼠 蜘蛛 蚂蚁不是优势种 因为它量太少了 优势种是在比物种之间的比较 所以肢体的猪 描述上是稍微不淡啦 但它要表达就是 我会让有看到性的这些个体变成优势 它的需要会变多 但是你不要加优势种 你可以加这个表征是优势喔 可以被天折筛选下来 可以演化得出来 好 这是第七题 那我喷了那个抗生素 是不是很多扑具看到蟹蜘蛛被杀掉 它也是喷抗生素的后果 而且这个后果才会造成 有抗生素的性命大量繁殖 因为它的精神对手不见 我杀死了A让B大量生成 所以这两个这些都是互有关系的